提到寶貝女兒突然失蹤 無法聯繫 燕媽媽紅了眼眶 眼淚再也止不住 原本都還有聯繫 卻無預警的聯絡不上 做媽媽的好交集 齊劉海中長髮 眯眼微笑 身材略顯風雨 她就是失蹤的29歲夜姓女子 臉書上分享許多自己cosplay 動漫人物裝扮 個性獨立 孝順的她 日前卻突然失臉 今年五月母親節 女兒還有回家探視 燕媽媽開心拍下照片 沒想到去成了最後身影 原本都還會聯繫的女兒 八月底手機突然停化 九月還被寄來四萬多元的電信帳單催缴 帳單上還寫著 經本公司多次書面及電話通知 至今未繳輕 金額高達四萬三千五百三十八元 讓家人不禁懷疑 女兒是失蹤了還是遭遇不測 從母親節過後到現在都沒有聯繫 以往沒有這種情形發生 所以說又拜託我說看能不能再協助她一下 夜姊仁目前已經報警 但至今還無消無息 才會找上里長求助 傷心的燕媽媽現在只希望 女兒可以打給她報平安 讓她放下心中的大石頭